我在17年去广西洞寨时 看到洞族人会在鼓楼里围绕着火堂聊天 入木火堂正是对这样一种传统建筑的转意 国老辉不受流行的影响 将设计的重点放在空间结构建造及细部上 他在作品中发挥出特别是在结构和空间上的创造性 同时体现了他收敛含蓄的审美观 曾经支撑吊装机械的混凝土牌架 保留着工业建筑特有的结构感 入木火堂自下而上连续的变化 浴示了向上的无尽延伸 望向一片如画卷般的卡斯特地茂群山 贵海生活体验馆 漂浮在一片开阔而起伏的草地的边缘 浮水期出现风水期淹没的长江低岸 被我放进了一个以回望家乡为题的空间展示 通过两种材料的叠加和映衬 制造出特别的光环境 用空间的方式回应了城市幻象的主题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人们 像是稀居在屋顶中 希望在短暂的停留和穿行的过程中 能够提示和唤醒人们 对这片土地的居住的记忆 我是郭绕辉 是一名建筑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车的信息 感谢观看